看看我的九百多的花还有的五百多的花最近给花儿没养的怎么样了啊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看到这个是帝王花竹啊 这个帝王花竹呢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很多的花儿呢也会像我一样有一种什么心情呢 想要拔起来看看 您千万千万不要拔起来看啊 拔起来看就废了 另外呢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饱满的小牙脸一直长不出来 可能是我们棚里面的温度还是不够啊 另外呢这个浇水啊下回的时候你们就别再浇那么多了 千万不要拔出来看了 其他的都很好 最让我惊喜的就是这个大夜闪啊 这个大夜闪的话你们可以看到来的时候都快死的透透的了 现在杆子呢出现了反清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很好很好的一个现象 另外呢上面这个叶子呢也很精神 上面的一个叶子方方面面的都比较精神 我看叶子背面也没得什么病啊 也没得什么病挺好的 啊啊 长话呢前段时间得了一点白水病又救回来了 好吧 现在在棚里面还长着呢 那个瑞香啊 花友们发过来的时候没什么花苞 我看着现在都已经上花苞了要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白井贵贵族了 白井贵贵族的话没什么动静啊 浇水的时候 下回的时候我也再跟他们说一下 有一回是我让他们过来浇一遍水给浇多了 这个白蓝呢还是有一些个温度太低了 温度还是有点低好吧 啊湿度现在是够了这边是上小花苞了 感觉是 啊这个地方很不错 然后呢水晶花族水晶花族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快死透了 现在呢给救回来差不多了 然后呢由于前段时间温度又很低 叶子一直长得不怎么好 现在就处于一个浇苗的一种小状态长得比较慢了 然后呢再缓一段时间再说吧啊 再缓一段时间 铁线脸很好 秋枝灰烬来到棱里面如鱼得水 那这个花友弄来了这个黑骨茶的这个盆栽呢 现在也是比较好的 就是有点干了 该浇水了啊 快吓死了这边这个 一定要浇一遍透透的水了 长得还比较好的 好了 花友们给我寄养的这些花呢也都差不多了 茶花呢已经恢复了一个巅峰状态了 铁线脸呢也可以给寄回去了 千叉的那些个呢没活 真的没活 这个也别问为什么 好了 该寄回去了给他们寄回去 结果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如果说想要给我寄养花卉的花友呢 一定要取得我们后材的联系啊 千万不要乱寄 我是老花一 眼花退转一 谢谢